好 11點 熱炒店 雄高菜 不嗆 不辣 不上桌 玉琳哥 你是一個愛計較的人嗎 怎麼會呢 漂亮 你應該不是 你看起來很OK 我的名言 歌的金句 快樂不是得到的多 而是計較的少 對 智慧 你是愛計較的人嗎 但是可能旁邊的人會覺得是 我覺得還好 譬如說怎樣 就是遲到這個事情 就是守時這個東西 就是如果跟朋友約 然後他們都遲到 我就會有一點不高興 妳會不高興 我不是真的不高興 我只是心裡會murr 我會覺得說為什麼我都準時 都遲到 我們要等到什麼時候 我也很忙 我哪有 兩次了 一次是因為我在染頭髮 我跟你講 我說我今天染頭髮 所以我會盡量趕 我要趕 第二次 真的 我準時是你太早到 我約六點半 他五點五十分就坐在那裡了 因為我那天沒事幹 所以一會兒就七早八早就去了 他五點五十分 背一個腰包坐在那裡 我說 然後他們就答應我說 歌到了 歌到了 我說我的媽呀 不是約六點半嗎 對啊 OK OK 後來就我知道了 我們摩羯座 等一下請專家來幫我們解惑一下 摩羯座應該沒那麼愛計較 是 我們今天就要來討論這個 四大星象 到底誰比較喜歡計較 那我們請來的來賓們 要跟我們好好的討論 我們來歡迎我們的來賓們 聽後來了 謝謝 歡迎 大排中的大排 宋哥 厲害 妳好 來 昀哥 妳還好 來 昀哥 哈囉 新朋友 林安 我們台皮的啦啦隊女神 來 詹老師 好 金國先生 還有我們的星座的專家 對 我們星座界的權威 說第二名感 說第一 我們的 郭子晴 郭忠 好 這個郭哥的星座的造詣 其實是遠勝過我們市面上 很多星座老師 是 為什麼他講星座的時候比較少 這個我去打聽過 對 為什麼 他太忙了 講個星座要拿5萬 對 真的啊 我今天算是降價來了 5萬我就來了 而且每次很妙 詹老師也是國師 但是每次郭哥在的時候 他就在那邊 乖個跟個蛋一樣 對 他都不敢講話 郭哥是我崇拜的人 才華橫溢 對晚輩提醒很多 洋溢會不會好一點 才華洋溢 今天海納百川 我們是來取經的 雖然風水跟星座 人鬼殊途 但是也可以一起 什麼是人 什麼是鬼 風水是鬼 不同的星座會計較的點 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要來問我們來賓們 你們碰過哪一些 愛計較的星座 我們第一炮 來 白韻哥 Mr.White Cloud White Cloud 你覺得什麼星座 最愛計較 牡羊座 怎麼說 照理講牡羊座 你看說它是火象星座 應該直來直往 因為 因為我也是 我也是火象星座 射手 對 對 都火象的 但是我這個同學 高中時代我們 那時候滿流行泡沫紅茶 那我們就會去一群人 幾個同學 六七八個 然後去泡沫紅茶 邊聊天 邊喝一些飲料 然後聊是非 買單的時候 一個人幾十塊錢 差不多四五百塊 那他就開始在 你自己吃多少 吃多少 就開始在拿錢 那是學生時代 但是再過個八年 十年後 大家已經出社會了 也退伍了 一樣我們後來同學聚在一起 十幾個人出去 結果他們也開始在 一個人多少自己的 其他的同學都沒關係 我會覺得說 比如說郭哥 你不要拿 沒有關係 你那六十塊算算 但是他這個同學 比如說六十五塊 他拿七十塊給我 對 就是這樣 那時候已經二十幾歲了 還這樣 還這樣 那沒有關係 這事情過了之後 我們過年的時候 大家一定會玩這三張 就貂牌 貂牌的時候 那我這個同學厲害是 牡羊座這個同學 他就是身上沒有錢 他覺得他的排技很厲害 他一定會拿現金 輸他就說 我欠你幾千塊 就這樣 那我就覺得每次我們這樣 因為我們在朋友家裡 然後同學家裡 收現金比較開心 那時候我滿有錢的 我就拿一萬塊給他 那時候有錢 因為你那時候已經拍了情境 對 就是 沒有錯 不好意思 就是那個時候 剛好你薪水 情境配案 對 對啦 所以我就拿了一萬塊給他 我說 他那個海盜就是這樣 他捧著一個女生的臉 然後眼睛瞇瞇的 沒想到 初吻的滋味是這麼的美好 對 雅蘭姐妳有看過情定北海岸嗎 閃亮 不好意思 摩羯座 我現在要夾了 不是 你夾完 我們把話題拉回 妳因為拍了情定北海岸 給了他一萬塊 才知道原來初吻的滋味這麼美好 不是 他拿了一萬塊 對啦 沒有 我就說 有錢了啦 沒有 我就說 這一萬塊 你先當得當毒本 好了 我們大家就開始玩十三招 他的氣也不是很好 玩了差不多 玩了到半個鐘頭之後 他已經輸了 差不多三千塊 然後三千塊之後 忽然他站起來說 不然你們上廁所 我先去把我車子移一下 移個車子 我們這幾個同學 好 上廁所 上廁所 那拿零食來吃就在那邊無聊 看看電視 笑笑 然後看 不對啊 移個車子怎麼 移個二十分鐘還沒進來 那時候有手機了嘛 那個090的嘛 大哥大 是 你人在哪裡啊 我離開了 因為我剛才剛好 有一個朋友的事情 然後我先離開 我們三個火大 你知道那7千 對 沒有 輸了7千 他1萬塊 他還我3千塊 然後他就走了 就去移車 那我同學就開始 有沒有 會的一些 有沒有 人質出信本善 就講出來了 講出來 講完了 好 這事情就過了 後來我一個同學 知道這個事情聽不下去 這個人跟他走得近 那就跟他講 這個事情15年後 我終於拿到 我們在聚會的時候 他拿7千塊給我 好了 這事情完了 再過兩年 又要辦一次了 那時候已經40幾歲了 又要辦理事 你知道嗎 講好了 忽然他在那一天 打電話跟我同學講說 不好意思 因為我今天要去送個禍 連我那個同學 煮飯的同學也抓狂 就當時找他 拿7千塊給我那個也抓狂 一直到現在 已經適隔又6年了 又6年了 我們又沒有碰面 所以我永遠記住 這一輩子 母羊座 那妳是不是怎樣 很渴望跟他碰面 不是 他是覺得他很難搞 但是隨著年紀的增長 你怎麼會去在乎 愛計較了 現在就隔6年了 我不覺得他愛計較 你除了人家牡羊座愛計較 我覺得射手座很愛記恨 我沒有 你接到現在 我什麼聲音 你現在是在講我 雅蘭姐講出我的心聲 你講的講去都是幾千塊 又不是幾千萬 是不是 不是 我有這樣嗎 不是嗎 你可從頭到尾講的 就是這個 而且人家也沒有沒還你 對啊 但是我會覺得說 這個同學 大家是這麼熟的朋友 為什麼你會計較這個呢 你講這些也沒用 來 阿中 阿中現在又看我們節目 你跟阿中講幾句話 來 她在那裡 來 你對… 阿中 我希望我十年後 在看到你的時候 是看到你 看來牡羊座 好像問題滿大的 怎麼辦 我女兒也是牡羊座 沒有 我覺得環境會慢慢地改變她 如果這老爸也是爛的話 所以你覺得女兒是 是會好還是不好 如果按照他老爸來看的話 那會不好 但是可能 你剛剛媽媽的教育方式的話 應該會慢慢越來越好 對 平衡了 雅蘭姐碰過哪一些 愛計較的星座 我覺得 最愛計較的是這個 天蠍座 雅蘭姐也是天蠍座 這個比較沒爭議 就普遍外界對天蠍座 印象都不是很好 但是我要講一下 我是對我自己這個天蠍座 不是別人 因為我覺得 我對事情太認真了 像我很敬業的 尤其是對工作上的事情 我覺得像錄影 拍戲 我絕對要呈現最好的一面 如果不好的話 我就會很計較 妳那個是吹毛求疵 不行 但是我們是演藝人員 我們要對自己交代 不是每個演藝人員都吹毛求疵 大部分都把嬉皮笑臉 你說白雲 他那個是吹我噹噹 對 尤其碰到歌仔戲的時候 對 我更認為說 你要傳承台灣文化 你一定要做到很丁筋 就是我可以在我能力範圍以內 我一定要百分之百地 呈現非常美好的事情 完美主義 你問郭哥跟 拜託 傳承這個 戲曲文化 賣了三棟房子 這種人 對 真的 你看這種人去哪裡找 妳有演亞嵐姐的那個 舞台劇 舞台劇 佳慶君 我跟郭哥 對 接下來我就要說他 說誰說 我跟你講 說白雲 射手座 這次我一輩子 就這麼一次就夠了 舞台劇 夠什麼 就在妳的羽翼之下 成長茁壯就一次就夠了 不是淫威之下嗎 是羽翼之下嗎 羽翼之下 好聽多了 亞嵐姐等於是幫妳洗白 妳也不想想 妳本來是演青釘北海岸那種 妳現在變成登上 國家藝術的殿堂 沒有錯 而且文化傳承者裡面 我參與到 對 我朋友 本來亞嵐姐本來想說 嘉慶君由台灣 因為妳加入想改個名字 叫做 我不要 她本來是要說 我先問妳 當時怎麼會想到她 因為我想要做一個 比較通體舒暢 因為疫情期間 我還是希望大家能夠開開心心 歡樂 尤其我們每一年 協會都會有關懷獨居老人 請他們來看歌仔戲 疫情已經三年了 都沒有讓他們出來看歌仔戲 我想說 那這次就做一個開心的 然後讓他們進到國家 可以 白雲有老人緣 我想說就讓郭哥跟白雲 兩個來反串女生 然後他們真的很有效果 可是歌仔戲很多 妹妹剛剛不是一般戲劇會的 她演一個追求我的 就是射手作 我氣到 我已經大概跟她講 我非常有耐性 我想說她來客串的 不懂歌仔戲 那我就很耐心 我告訴你 這個第一句你就出來 第二句就走到我旁邊 第三句的第一個字 你就撞我一下 因為她喜歡我就撞我 然後第四句你就上去 然後拋袖球 講了N次N百次 她還是不會 然後我氣到狂飆 那個有什麼好不會的 她真的發飆 我跟你講 有時候我們有一個點 剛好那個點沒有快翹 妳就不懂 來演一下 演一下 我想 現在到底有多難 好 來 第一句出來 第一句出來 第二句走 我跟我落散了 第三句撞 第四句回去 我跟你講上舞台終於可以了 你知道所有的導演 所有的演員 你問郭哥每次都說 1 2 3 4 5 6 7 1 2 2 3 4 5 6 7 3 2 3 4 5 6 7 4 是不是很簡單 是啊 終於你忍不住了 白雲 你搞什麼鬼啊 你被演啊 加那麼多次了 你要講幾次啊 好 雅蘭姐 然後全部人都站在旁邊 我是個好人 所以雅蘭姐妳找白雲 妳如果當時事前跟我商量 我就叫妳不要 妳就恰貴拿到大了 對 我真的有這種同感 害我 真的就是沒辦法 我本來想說 我還有一點形象在了 為了他我都形象都不見了 所以我覺得 我自己真的很愛計較 抱歉 沒有 阿伯 我不會叫妳了 沒有 阿伯 我也敢讓妳叫 但是全台灣 全台灣要男扮女裝 又有效果的 白雲算第一人 那別人沒辦法了 對 衝到一個抱 好 詹老師 詹老師 你碰過什麼愛計較的星座 我覺得還有一個星座 我觀察很入圍 就是獅子座愛計較 獅子座 這個人就是 馬利歐 馬哥 眼力圈獅子座 馬利歐 很多 包括 妥中康 妥中康 女子君 而且這種愛計較 為了女生會更愛計較 怎麼說 就是她婚前 有帶一個女的朋友 過我們去吃飯 那我們就會 我們就喜歡搞笑 一個好朋友的一個義務 她怎麼樣 把她拉到旁邊去 你笑什麼 你這麼正經 你自我朋友 你笑什麼效率 你這樣 你再這樣的事 真的假的 就這樣子 她這麼在乎 不能聽她的配命之詞 這個事件 瑪莉歐有私下跟我講 我說瑪莉歐妳幹嘛氣成這樣 這個哥們 人家也是在幫妳交女朋友 對 玉琳哥 鄭老師說幫她看首相 這個我也就認了 就正常 因為這是 她的專業 幾個氣氛 她說看完首相 看骨相 好 這個我也認了 她看完骨相 開始看乳相 沒有 你不要聽她亂講 所以瑪莉歐 她會七刀麥拉去一邊 沒有 後面是玉琳哥自己的幻想 沒有 藝人朋友裡面 平常都很好 像有一個叫射手座的小鐘 你覺得射手座 愛計較 她本身跟玉琳哥跟康哥 都很照顧我 平常什麼事都不計較 真的是很照顧我 可是卡到有女生在 變了一個人 有小鐘 小鐘 鐘哥 很可怕 有一次她開她的HONDA車來接我 她那台 18年 開了18年 20年了 妳知道那台車CRV 她買的是第一代 妳知道CRV現在出道第 她講第幾代 第六代 現在出道第六代 而且她那個車子是 窗子要用搖的 她的窗戶還用搖的 她的椅子要 用啊 都沒有電動的就對了 然後她那個車都不壞 18年 她只開過10次 重點是她帶一個妹來找我 我從我們家出發了 我就開那個比較好的車子 大概400萬左右 給她換車 你為什麼要這樣子 不是 那個好的車給她 她的朋友有錢她就有面子 她怎麼說 那個車 開過去 她會去坐我的車 因為我開那個車會讓她 沒有面子 可是我的用意是說 讓她好一點 讓她有面子 什麼 妳這什麼邏輯 妳很有錢 妳不是凸顯她很窮嗎 對啊 妳不要在那邊炫富 妳自己在那邊炫富 那我不對 對 妳不對 妳是妳不對 對啦 雙魚座不對 那有一次 我們女生在 對女生在打麻將的時候 對不對 她一定要贏 她一輸的話怎麼說 她輸了就說我 作弊 什麼 放符咒 她跟那個妮可 她說有一次打牌的時候 你給她姐姐妮可 喝了 喝了一杯橘子汁 那個橘子汁喝到後來 希望下面有沉澱物 是 以為是橘子汁 不是 夭壽過 符 符 符啊 她的符都放在那個 客癒的廁所 馬桶裡面 幾百塊書 符咒比 小鬼比我們還貴 真的 我沒辦法救妳 平常為人怎麼樣都會被人家 然後哥說你養小鬼 有沒有辦法想像一個 經國先生搞十大建設的 養小鬼 沒錯 我們家都是佛湯 釋迦牟尼佛 他是開玩笑的 注意聽 我今天講小鐘三句 我還給我 他下一個通告會講我30分鐘 他平常人事很好 什麼都不計較 只要有了沒有 記得這個重點 這也很正常 他說單身那麼久了 我們也要報告 也是 郭哥趕快幫我們分析一下 幫我們分析一下火象星座 會為了什麼東西跟你計較 其實火象星座來講 這個獅子的牡羊 射手 他們都是屬於 愛面子的 然後也是直來直往的 所有的喜怒哀樂 都是寫在臉上 不爽他就走人了 他沒有藏在心裡面 藏在心裡面他會得內傷 這是火象星座的特質 火象星座的人 不是愛計較的 對啦 不是愛計較的 而且火象星座我覺得最麻煩 對 其實是很難乾淨 不算是計較的 對